欢迎来到历史课照 我是美丽 大家都知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很多人不禁要问 红军当时有没有不长征的可能呢 这个是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的 也是有历史依据的 周总理当年就曾亲口说过这件事 新中国成立后 李济深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这个职务的任命在当时是有一些争议的 许多党内同志 包括一些党外民主人士 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周总理听到后 专门对这件事做出了解释 说 当初如果听从李济深的建议 中央红军就可能不用长征了 那么 李济深当年给红军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这还得从松户抗战说起 1932年松户抗战结束后 第十九陆军在上海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全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李济深也对十九陆军给予了大力支持 无论是物资上还是人力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因此十九陆军与他走的也很近 但是 松户抗战并没有按照蒋洁石的意图来 十九陆军也数次违抗蒋洁石的命令 因此 蒋洁石就想整掉这支队伍 不过 当时全国人民都很支持十九陆军 蒋洁石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搞 因此 就派十九陆军南下搅供 企图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削弱十九陆军的实力 最后一点一点吃掉 十九陆军也看出了蒋洁石的阴谋 他们不能这样左以待毙 蒋洁石不仁 就不能怪他们不义 于是 十九陆军军长蔡廷凯 就开始筹划反蒋抗日 当时 李济深也遭到了蒋洁石的打击 他知道自己是蒋洁石的眼中钉 如果不行动 早晚会被蒋洁石吃掉 于是 他就与反蒋人士陈明施等人 联合十九陆军一起反蒋 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李济深担任主席 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 蒋洁石听闻消息后 立即派十一万大军前来围剿 十九陆军势单力薄 很快就被蒋洁石逼到了绝路 最后 中华共和国政府所在地福建漳州 和十九陆军总部泉州 先后被蒋洁石攻陷 福建事变宣告失败 实际上 在十九陆军遭遇困境的时候 红军也正在进行艰苦的第五次反围剿 处境也非常危险 这时 李济深就想到了联合红军共同反蒋 他专门派人联络红军 想让红军向东进发 火速援助十九陆军 这样就可以逼蒋洁石把围剿苏区的兵力调回来 这样不仅可以帮红军脱险 也可以最大限度的支援中华共和国 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赞同的 认为这是当前让红军脱困的最好办法 但是 由于他当时大权旁落 尽管他多方奔走呼吁 但根本没有人听他的 掌握大权的伯谷 李德等人完全不同意这个建议 这些人顽固的认为 李济深是中间派 他的立场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他挣钱在倒戈 那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拒绝与李济深合作 当时周恩来也认为李济深的建议是个好办法 如果错失掉了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因此他多方奔走 最后终于迫使伯谷 李德等人同意发兵福建 但可惜的是 正当红军准备出发的时候 那边已经传来福建事变失败的消息 一切都来不及了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扼腕长叹 痛惜红军失掉了脱离困境的最好机会 不久后 中央红军迫于严峻的形势 不得不离开苏区 踏上了艰苦的长征之旅 好了 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 每天都在